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爆料刘学义在其古装新作,二大养子人气拉满白朔传深秋启动。 少年歌行在去年底大获成功,不但因为他的故事情节,特效和服装, 更因为他的优秀的演员,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是最近几年IP的一大热点。 而在该剧中,刘学义又一次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 因为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还因为他的表演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少年歌行中,刘学义饰演的是一位名叫无心的秃头僧人。 不是有一种说法吗?男人长什么样,就要看他是不是秃了。 而刘学义,就是最好的例子。 刘学义是90年代新一代明星,自从琉璃大获以来, 他就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且经过这些年的磨练, 他的表演水平已经更上一层楼。 少年歌行里,他的表现堪称完美,将自己的演技发挥到了极致。 少年歌行大获成功,令人对刘学义在古装戏里的表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同时也对他的下一部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现在,那一刻已经来临。 刘学义又要在古装剧中亮相了, 他和杨子的搭档白硕传也要开拍了。 最近一段时间,正值十一假期来临之际, 各个平台、各个团队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自己的下一部计划, 而在这期间,有一部叫做《白硕传》的电视剧,更是备受瞩目。 这部电视剧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关注, 一部分原因在于演员们的强力加盟, 另外一部分则是建立在原书的基础上, 以及以往电视剧和电影的高知名度。 至于主要演员白硕传集结了刘学义、杨子等一时名当红影星。 而在剧情上,这一部电视剧,不但有一批忠实的读者, 更是有着《千古绝尘》的经典作品作为后盾。 《白硕传》你们可能不知道, 但是《千古绝尘》是根据上古改编而成的, 那就不一样了。 《白硕传》其实就是《千古绝尘》的续片, 围绕着白硕与天启间的感情纠缠而发展起来的。 刘学义出演的是《千古绝尘》中的天启子。 而在新版《白硕传》里, 他依然会饰演天启, 而这一次的男主刘学义也很适合, 他又一次展示了他精湛的表演技巧。 而剧中的女主白硕也将被杨子所饰演。 杨子是一名极美貌、演技、人气、流量于一身的顶级女星, 特别是古装戏。 而《白硕传》则是《天机之白蛇传》说之后, 刘学义与杨子再度联手, 让不少人都颇为期待。 另外,剧中还有何忠华、何盛明、肖顺瑶、 王赫润等一群实力强劲的老戏古加盟, 为这部戏增添了不少的亮点。 现在《白硕传》的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 有望在11月份开始拍摄, 具体内容请大家密切留意。 总体而言,新版《白硕传》因其出色的演员阵容 以及改编自唱肖小说的剧情而备受瞩目。 刘学义与杨子再度携手, 也让大家对该剧充满了期望。 期待该剧可以继续《少年歌行》的辉煌, 为大家呈现出更加好看的古代故事。 请继续留意, 为您提供更多有关《白硕传》的最新资讯。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